仔细看 一群漂亮的小姐姐正风情万种地走进车间 这可把车间里的单身小伙给看呆了 最离谱的就是这个李大宝了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这个漂亮的小姐姐叫张朵朵 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正当他们在参观车间时 张朵朵不小心把头发卡在了机器中 千军一发之际 一直关注着张朵朵的李大宝 急忙拿起剪刀 一个剪步就百米冲刺般地飞奔过去 用剪刀及时剪断了张朵朵的秀法 周围的同事都纷纷跑上前帮忙 这可把大伙看呆了 李大宝挺身而出英雄就美 两人四目相对 张朵朵一脸的感激 而李大宝却一脸的痴情 第二天张朵朵为了表示感激 专门带着礼物登门向李大宝道谢 姑奶奶和大宝妈见到漂亮的张朵朵 都对她赞不绝口 姑娘真好看 我穿着鞋子真漂亮 张朵朵问候过二楼 随即又向李大宝表示了感谢 所以呢 谢谢你 李师傅 希望我们以后成为朋友 李大宝握着张朵朵的仙仙玉手 久久不能自拔 张朵朵感谢完后就离开了 而李大宝的魂也跟着离开了 姑奶奶一巴掌才把她拍到现实 姑奶奶一眼就看出大宝喜欢张朵朵 于是鼓励她要去追求朵朵 这么好一个姑娘一定不能错过 你要是真的把她娶回家来 那算是你的福气 就算是你的本事 姑奶奶你可别逗我了 我能娶得了人家 你没听刚才她说什么 她要跟你交朋友 随后催促李大宝去送一下张朵朵 大宝推着战车就追上了张朵朵 张朵朵好奇地提起那天发生的事 从此过后 李大宝便有意无意经常出现在张朵朵的面前 张朵朵见她都会主动地打招呼 两人的关系也发生微妙的变化 临走前张朵朵对她回眸一笑 这让李大宝心生爱慕 于是暗自下决心 以后一定要把张朵朵娶回家当老婆 转眼间三个月的体验生活即将结束 张朵朵的舞蹈团最后一次给常理举办演出 也正是这次的演出 让两人有了解不开的缘分 李大宝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张朵朵了 于是在所有人都离开后 来到后台想和张朵朵告别 可她到处打听也没有张朵朵的消息 只见她左顾右盼监 没想到却误闯到了女更衣室 小伙想用假结婚骗取漂亮的老婆 小舅子知道后当场发飙 我今天还真咽不下这口气了 正是因为这一板砖 贾姐夫马上就要转正网 经过这一板砖 让李大宝彻底看清了现实 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朵朵 准备放弃了对朵朵的追求 本以为两人再无瓜葛 不曾想她刚回到家不久 朵朵就急匆匆找到她 原来身为警察的小舅子 因为打人的事 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所长将她抓了起来 小舅子可能要失去 来之不易的工作 李大宝二话不说 就急忙跑向派出所 姐夫来了 姐夫来了 姐夫 不是 我是柯柯姐夫 李大宝以姐夫的身份 见到了所长 为了打消所长的怀疑 李大宝谎称 与小舅子闹着玩的 我认认嘴欠 这回是真把柯柯惹急了 李大宝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极力说服领导 不要处分她小舅子 所长半信半疑地相信她的说辞 你瞧瞧 你姐夫多坑坑大呀 啊 赶紧的 跟你姐夫道个性 哎呀 你又吗 所长 姐夫对不起 哎 没事 没事 就这样 李大宝成功帮小舅子 保住了工作 由于李大宝之前四处派发喜堂 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 十里八乡的街坊邻居 都知道 朵朵嫁人了 向来好面子的张家父母坐不住了 二老为了朵朵的名声着想 只好劝说女儿嫁给李大宝 因为在那个年代 大部分的男人都不愿意娶一个结过婚的女人 反正我不嫁 你都在人家住了一宿了 这要传出去 今后没人要你了 没人要我自己不 见朵朵态度坚硬 于是张爸继续给他施加压力 你要是不嫁 今后别进我家门 朵朵听到 爸爸的话很是无奈 张母决定先摸清李大宝的底细 第二天 他们就把李大宝叫到家里来 对他亲自考察了一番 李大宝不敢欺骗二老 一五一十交代自己的家底 一个寡妇妈 外带一个姑奶奶 还带一群孩子 哎呀 这是什么家庭结构啊 阿姨没有一群 就我们五个 三五成群 你不知道吗 听说吧 成语吗 见岳父岳母不太乐意 李大宝就展现了自己的口才 凭借三寸不烂之舌 外加手舞足蹈 最终成功拿下了二老 就这样 李大宝欢天喜地带着朵朵 去办理结婚证 朵朵一脸不情愿 李大宝心里却乐开了花 虽然两人成为合法夫妻 可朵朵对他具有很大的抵触情绪 这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李大宝成功娶到梦中情人 可朵朵却不让他有夫妻之时 李大宝会用什么办法应对呢 穷小伙是如何将白富美勾搭到手的 李大宝教你四步轻松搞定 第一步 李大宝先是找机会英雄救美 让朵朵对他产生好感 第二步 利用朵朵的同情心 借厂长要开除他的事大作文章 不停地在朵朵面前卖惨妆可怜 让朵朵跟他假结婚糊弄厂长 第三步 假戏真做 在朵朵家门外放 鞭炮发喜糖 随后到处宣传他与朵朵结婚的喜讯 让街坊邻居都知道朵朵嫁给他的事实 第四步 故意让小舅子知道实情 然后再激怒小舅子 让小舅子抱打自己导致被抓 第五步 主动去派出所 帮小舅子说情 让未来岳父岳母感动 随后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让二老在感激和舆论的压力下 只能同意把女儿嫁给自己 李大宝这一神操作下来 成功迎娶白富美 从此走上了人生巅峰 你这一步一步 这都是圈套 前几波不是圈套 我一定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一顿花言巧语下来 就为入洞房做好准备 他先是用烧开的水 把自己洗干净 然后再向自己的妹妹浸用他的香水 一切准备就绪 马上就火急火燎的来到朵朵的闺房 反手就把门给锁上 随后迅速来到朵朵身旁 朵朵不同意 李大宝睡床上 虽然两人已经是合法夫妻 但是朵朵对于这段婚姻并不认可 提出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并且在这三个月里 李大宝不能对他有任何非分之想 三个月期限一到就去离婚 朵朵说完就开始数日子 为了防止李大宝晚上有非分之想 特地在枕头下放着锥子防身 等朵朵睡着后 李大宝果然就动起了坏心思 只见他偷偷来到朵朵身旁 当他看到美丽动人的朵朵 就不由自主地撅起了大嘴 朝着朵朵就准备亲上去 朵朵 朵朵 我是大宝 新婚之夜 男人撅起大嘴 就朝着新娘缓缓靠近 新娘子拿着螺丝刀 疯狂地刺向老公的腹部 朵朵 我是大宝 原来这只是李大宝的幻想 李大宝盯着楚楚动人的朵朵看都没完 但一想到梦里的场景 只好收起一肚子的坏水 第二天 朵朵一早起床 就看到洗脸水已经打好了 甚至连牙膏都挤好了 这都还没完 接着小姑子告诉朵朵 说大哥已经在厕所门口替他排队了 因为在那个年代 一个胡同里只有一个公共厕所 每天早晨都要排队才行 李大宝的这一举动 把邻居大妈都给逗乐了 信不信 可咱这胡同都没听说老爷们给集中站队的 你替他上队了 怎么样 张婶你这话说的 这我能替吗 我还真想替 这不得他自己来吗 在邻居大妈的玩笑中 小姑子带着朵朵过来了 一群大妈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大宝的表现却让朵朵很难堪 为了能送朵朵上班 李大宝竟然把接送妹妹上下学的事 推了 哥今儿不能送你了 哥得去送你嫂子去 那我怎么办 哥给你拿点毛钱 一毛钱都不用汽车 一毛钱买了点 一切安排妥当后 李大宝就屁颠屁颠地追上了朵朵 可朵朵并不接受他的好意 我是你丈夫 我得有做丈夫的责任啊 是不是 别丈夫丈夫的啊 就三个月 那我就送你三个月 要不然咱这夫妻不白做了 朵朵见李大宝 还不死心 于是警告他 你要再跟着 接红张立马中废 尽管朵朵对他态度冷漠 却丝毫不影响李大宝想征服他的信心 好哥们听说 李大宝在箱子上睡了一夜 都嘲笑他 李大宝却说事情不能着急 他有信心在三个月内 让朵朵舍不得走 歌舞团里 朵朵正准备下班 李大宝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 随后给朵朵的同事们发了喜堂 并高调地宣传了他们的婚事 可李大宝不知道的是 朵朵在单位一直隐藏自己结婚的事实 这不声不响的就把婚都给结了 恭喜啊 谢谢 李大宝这一神操作下来 这让一旁的朵朵很是尴尬 他一气之下撒腿就跑 李大宝见状急忙追了上去 路上不停地对朵朵唧唧喳喳 朵朵不管不顾 坚持不行回家 由于穿了高跟鞋的原因 朵朵一不小心把脚给崴了 李大宝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但也只能紧紧地跟在后面 回到房间后 见朵朵皱眉忍着脚疼 李大宝看着很心疼 哎呀 哎呀 我脚疼你哎呀什么呀 你脚疼我心疼啊 你这是普通人的脚吗 这是一般人的脚吗 这是什么脚 这可不能崴呀 他当即就要为朵朵消肿 接下来就有了经典的一幕 李大宝这神操作 把二老都看呆了 就连妹妹都看不下去了 李大宝 好个臭的事 赶紧说啊 咱妈那年生蛋病都没见你那么刺口过 试问这么好的老公去哪里找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这只是李大宝宠妻之路的开始 接下来李大宝还会给我们带来哪些神操作呢 新儿媳第一次跟婆婆吃饭 就被婆婆的神操作给惊呆了 婆婆怕儿媳妇不好意思 便热情地给儿媳妇夹菜 加一口菜 就把筷子往嘴里缩一下 再加一口菜 又在嘴里缩一下 几个来回下来 新儿媳终于受不了了 对婆婆独特的热情方式产生了抵触情绪 小姑子一脸的不屑 朵朵在李大宝的庇护下 又向大家指出了新的问题 小姑子看不下去了 李大宝还在竭力维护朵朵 朵朵说完就找个借口 起身离开了 这让一家人陷入了尴尬的气氛当中 李大宝一边给母亲加菜 一边委婉地替朵朵打着圆场 他表示家里的卫生情况确实有点差 朵朵一天没吃饭 李大宝特意跑到小吃店给他买好吃的 还咬牙买了最贵的营养品 房间里李大宝贴心地给朵朵泡好奶粉 然后小心翼翼地递到朵朵面前 接下来的一番话说得太精辟了 你是抑郁点破了咱们家的文集 那你提的这个卫生的意见 这都是这二十年来我想说不敢说的 虽然朵朵少找过 在自尊心上他们受到点伤害 但是给他们指明了方向 他们不痛改前非 怎么能迎接美好幸福的生活呢 所以你都是对的 这还没完 为了讨好朵朵 李大宝把刚发的工资 按照朵朵家里的标准 买了四把菜刀 两个菜板以及六块抹布 随后急匆匆地带着新厨具来到厨房 这可引起了家里人的不满 你这些 换了多少钱 没多少钱 反正这些工资我不给你了 哥 啊 你说我帮我买的厨具 下饼 那下饼就买了 这自从娶了张朵朵 可算现远行了 这一点当大哥的样都没有 这感情用你就是一只 想吃天安肉的癞蛤蟆 厨房的卫生条件改善后 李大宝再次邀请朵朵共进晚餐 本以为这次能吃个团圆饭 可当朵朵看到婆婆 又拿着自己的筷子 在桌上半来半去 接着往嘴里缩一口 朵朵又发起了牢骚 我们家的网筷都是固定的 但是你们家的网筷 那怎么好难用啊 这个也哼不掉卫生啊 婆婆却敢怒不敢言 说完再次选择离开 这可把婆婆彻底激怒了 那你以后这饭我还不做了 不伺候了 就是 姑奶奶连忙在中间调节 其他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李大宝为了留住 并取悦朵朵 再次按他的要求 买了整套不锈钢碗筷 并在每副碗筷上 都刻上了名字 朵朵看着李大宝 为他所做的一切 不由心生感动 于是决定与家人一起 共进晚餐 饭桌上 李大宝抱着新碗筷 发到家人的手中 大家看着手里的 钢碗筷哭笑不得 这时的朵朵 也没有再耍小兴子 来到了餐桌前 李大宝赶紧拿起公块 提醒母亲 朵朵看着李大宝 为自己做的一切 心生感动 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成见 主动用公块 给姑奶奶和婆婆夹菜 李大宝看到这一幕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他觉得自己 在追求朵朵的道路上 又成功了一步 到了晚上 李大宝开心地刮起了胡子 为自己入洞房的事 做好准备 接下来 他又会想出什么馊主意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男人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却只能欣赏而不能用 他用尽了各种方法 都没能够和老婆同床共枕 没想到 一只小耗子竟帮了大忙 你听不听这什么声 是不是耗了 耗子 这可把朵朵吓坏了 他惊慌失措地 从床上跳了起来 一边大喊大叫 一边扑到了李大宝的怀里 此时的李大宝 心里犹如小鹿乱撞 李大宝一脸的受宠若惊 朵朵就像巴掌鱼似的 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 李大宝此时和尔猛飙升 在朵朵的一再催促下 李大宝这才反应过来 随后 向征信地拿起拖鞋 到处追打耗子 可他并没有将其打死 而是将他赶出了房门 因为他还指望这只小耗子 助他一臂之力 朵朵害怕地 全缩在床上 李大宝没料到 朵朵会因为怕耗子 而亲近他 心里感到又惊又喜 于是趁机提出 为了防备耗子 自己可以睡到他的床上 保护他 可是朵朵不傻 他并没有给李大宝这个机会 李大宝失望地回到木箱上 可他还在回味 刚才被朵朵紧紧拥抱的甜蜜 于是想出了一个馊主意 他悄悄用手指敲打木箱 发出声响 朵朵听到声音后 以为耗子又回来了 再次吓得大声呼叫 李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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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宝终于如愿以偿 一边背着朵朵 一边装模作样的满屋子找耗子 一顿折腾下来 朵朵终于同意让李大宝睡到床上 李大宝表面毫无波澜 其实心里早已乐开了花 李大宝看着身边如花似玉的朵朵 一时间辗转难眠 只能看不能动还不如睡在箱子上 睡不着的李大宝 只能拉着弟弟一起夜跑卸火 李大宝从闹耗子这件事尝到甜头 于是找到工厂的厨师 来食堂有耗吗 你说啥 我说在食堂有耗吗 你别瞎着 以后我都能拿两双菜的 不是这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你不就想多拿两双菜 李大宝找不到耗子 只能继续挠木箱子甲装到耗子 朵朵起身 四处查看起来 结果发现 是李大宝搞的鬼 李大宝知道事情败露 只好尴尬的用被子蒙住脑袋 第二天 接到大妈挨家挨户发放灭鼠夹 李大宝知道这个情况后 生怕以后没机会接近朵朵了 于是偷偷把灭鼠夹给藏了起来 没想到朵朵抱了一只大猫回来 李大宝看到后傻眼了 你抱着猫回来干什么了 到了夜里 李大宝看着床上的大猫 恨不得用葵花点血手将它点掉 可没过多久 它们就被一阵嘈杂的声音给吵醒 原来是小猫偷跑到厨房 把鱼给叼走了 一家人到处抓猫 最后那只猫钻进了李大宝他们的房间 这时李大雅发现了哥哥 放在箱子上的铺盖卷 这才发现大哥大嫂一直分床睡 接下来李大雅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波呢 这个女人太嚣张了 她撸起袖子就要跟刚过门的大嫂单挑 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昨晚李大雅意外发现 大嫂竟然让他大哥睡地板 这让他火冒三丈 第二天一早 他就来到门前对着大嫂怒骂 因为之前改造厨房的事 他早就看张朵朵不顺眼了 现在正好借题发挥 房间里 李大宝急匆匆把被子抱回床上 一头就钻进了朵朵的被窝 朵朵被他的举动吓坏了 李大宝想了一个馊主意 可朵朵对他这种顾头不顾尾的行为 感到很失望 连忙催着他出去 跟家人解释清楚 门外的李大雅吵得越来越凶 几十号人都快拉不住了 李大宝只好装模作样地走出房间 他一口咬定 自己没睡箱子 就是睡在床上的 可李大雅不信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闲得蛋疼的二宝也出来搞事情 眼见兄妹几个吵得越来越凶 朵朵终于忍不住走了出来 朵朵把真相一股脑全说了出来 我跟李大宝当初结婚 完全是为了救他 我们俩是有约定的 三个月以后马上离婚 说完转身回屋了 一家人听完朵朵说的真相 都是大眼瞪小眼 一时间尽哑口无言 朵朵回到房间 就收拾行李 准备回家 李大宝急忙跑来苦苦挽留 朵朵说出真相后 心里感到轻松多了 他原本还以为李家人会恨他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解决了 朵朵不管李大宝的苦苦挽留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李大宝心情低落地来到常理上班 突然 他接到了朵朵打来的电话 朵朵说 以后再也不会回他家住了 感谢李大宝这些日子以来 对他的照顾 三个月一到 他们准时名正局见 李大宝听后 彻底绝望了 一时间尽不知所措 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泡汤了 而朵朵说完 心里也感到少了点什么 可听里 一家人召开了家庭会议 大伙本以为 李大宝 娶了个漂亮的媳妇 没想到 结果是这个样子 都对李大宝的做法 感到很失望 不由纷纷训斥了起来 这以后出去可别说是我哥 嫌你丢人 哥 没有那金刚钻 别拉那刺激活 以后 别想拽住半夜跑步 我 你真的一直睡乡子 面对一家人的冷言冷语 李大宝一点都委屈 就在一家人商量以后 来怎么办时 李大雅忽然来了一句 李大宝 李大宝听完 他觉得大雅说的有道理 于是当即做了决定 我同意 李大宝同志 到老张家当上门女婿 这让一家人都非常不可思议 李大宝说完 信心满满的 面对岳父岳母 李大宝这大忽悠 又会想出什么馊主意呢 男人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然而只能欣赏不能用 李大宝从岳母的口中得知 朵朵从小就苦练舞蹈 但努力了这么多年 一直没能当上女主角 李大宝接下岳母说的话 他想到了拿下朵朵的办法 于是他来到歌舞团 正好碰上为安装灯光而发愁的团长 李大宝自告奋勇把火揽下来 随后叫上好兄弟过来帮忙 经过三人的一番折腾 灯光终于亮了起来 此时朵朵正好演出回来 团长对李大宝等人赞不绝口 朵朵 你家大宝啊 把咱们这个灯都给装上了 这太能干了 这太好了 这太感谢他了 第二天 李大宝借着修理灯光的名义 来到歌舞团找团长聊天 从团长口中得知 歌舞团的窗帘漏光了 但是由于经费不足 没钱换新的 他再一次说 自己有办法解决 团长半信半疑 随后 李大宝来到厂长的办公室 先是对厂长一顿吹捧 他故意在厂长面前 提起歌舞团的窗帘 已经破烂不堪 他表示 现在厂里已经和歌舞团 结合成了精神文明共建单位 作为共建单位 他们有义务给歌舞团 提供一些绒布做窗帘当作支持 厂长觉得有道理 批准了他的要求 李大宝将自己拿到的绒布 做成窗帘 送到了歌舞团 还特意带来一块 纯羊毛做的地毯 团长虽然喜欢 但不好意思收下 可李大宝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他无言以对 这地毯我不给你们铺 我这是给歌舞团铺的 再说了 以后只要跟您谈个事 汇报我工作 在这好环境下 咱谈的不也顺利吗 行行行 这李大宝啊 真是能说会道 团长敏为其难地收下 团长看在李大宝 给歌舞团又是安装灯光 又是送地毯送窗帘的 于是主动问他 有什么要求 李大宝趁机提出 自己希望歌舞团的演员们 能够给自己跳一次舞蹈 团长听到这个要求后 爽快地答应了 就这样 朵朵与其他女演员 给李大宝等人 跳了一段精彩的舞蹈 这让台下的三人 看得目瞪口呆 表演结束后 团长当着众人的面 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我真的是很感动啊 李大宝和他的两个同事 放弃休息 不计名利 不计报酬的来帮助咱们 这个李大宝啊 他不仅是张朵朵的家属 他更是咱们歌舞剧院的家属 大宝说是不是 团长教育女演员们 以后找对象 就要以李大宝 这种好男人为标准 李大宝却不贪功 把一切的功劳 全给了朵朵 朵朵平时在家 教育我教育的好 他经常跟我说啊 说我要爱他 就得爱他的事业 爱咱们团 哎呦您这不知道啊 朵朵真爱跳舞 经常晚上睡觉 就砸意证 复习动作 一会儿给我一嘴巴 一会儿给我一脚 把我踹地上了 哎呦我真的想到张总多呀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 真是一模一样 朵朵知道 事实并不是那样的 尴尬的笑了笑 正因为李大宝这一举动 朵朵在团长的心中 留下了好印象 几天过后 团长宣布了新节目的演员名单 朵朵如愿以偿的 成为了女主角的候选人 饭桌上 一家人高兴地庆祝朵朵 在事业上取得进步 朵朵向李大宝表示了真诚的感激 李大宝这时 还不忘把功劳转移给岳父岳母 主要是你们两个要培养朵朵 培养得好 跟我没什么关系 接下来的日子 李大宝更加卖力地干活 这时朵朵抱着衣物 从他身边走过 他准备到卫生间里去洗澡 李大宝看着朵朵 那恶娄多姿的身姿 一时间色惊大起 拿起身旁一瓶料酒一口灌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注意看 小伙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然而只能看却不能用 这天 漂亮老婆带着换洗的衣物 从他面前经过 他准备到卫生间里去洗澡 李大宝看到朵朵那恶娄的身姿 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来到厨房翻来覆去 突然看到灶台上的半瓶料酒 随即拿起病一口灌下 借着酒敬 李大宝来到朵朵的房间 看着朵朵那曼妙的身姿 还有那绣发散发出来的清香 试问有几个男人能扛得住 果不其然 喝了点小酒的李大宝 再也安耐不住了 一把抱住朵朵将其扔在床上 情急之下朵朵拿起一旁的闹钟 砸向李大宝的头 这才停止了二人的运动 朵朵将药水砸在桌子上 李大宝就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一脸的委屈 李大宝 这大白天着 你敢在我们家对我起胆面 你胆也太大了吧 要是我爸我妈在家 你死定了你 什么宰念 登记了合访的 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是受法律保护的 这时岳父岳母买菜回来了 一进门就呼喊心中的好女婿 朵朵急忙出来应付 大宝吗 快找他出来 我买了肉和酱了 我喜欢吃他做的炸酱 丈母娘看女儿 神色不对 执意要去找女婿 打开门 却发现李大宝的脑袋被开了瓢 这可把他吓坏了 李大宝连忙解释 自己不小心撞门框上的 二老把目光投向了女儿 可丈母娘却不相信 立马把朵朵拉到客厅审问 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俩能不能别跟审犯人似的 我都说了吗 没事 他自己也说了 撞门框了 跟我没关系 爸妈告诫他以后 不许再欺负李大宝 朵朵嘴上答应 脸上却一副不情愿的表情 就在这时 小舅子也回来了 李大宝赶紧锁上房门 小舅子可是他最怕的角色 要是让小舅子知道这事 那还不扒了他的皮 到了晚上 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 身为警察的小舅子 一眼就看出来 李大宝的伤不简单 我问你 你这伤 是我老姐给打的呀 这就对了 以后你都得做到 打不还手 骂不还搞 怎么打的 什么兄弟 李大宝怕再问下去 事情要败露 急忙跑开了 本以为回到房间就没事了 结果又遭到朵朵一阵审问 朵朵说完 立马就要赶他回家 李大宝又耍起了无赖 面对死皮赖脸的李大宝 朵朵拿他没有一点办法 这天夜里 小舅子拉上李大宝一起夜跑 他因为之前的盗窃案迟迟没有过 这让他非常头疼 李大宝不经意间想起 之前夜跑时发现过窃贼的身影 于是两人急忙奔向窃贼的住所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一去李大宝差点就回不来了 男人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却一直没能和老婆同床共枕 每天晚上只能睡地板 这天晚上 睡不着的李大宝 拉上小舅子夜跑卸火 却意外得知 小舅子因为一起到家案非常头疼 李大宝想起之前 好像看见过小偷的身影 于是赶紧带着小舅子 奔向小偷的住所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小偷的窝点 透过门缝 看见两个小偷正在练习偷窃技术 小舅子让李大宝确认过后 看准时机 果断冲进了屋里 当即就制服了其中一个歹徒 李大宝也紧跟其后上前帮忙 此时 另外一个歹徒也冲了出来 小舅子连忙挡住去路 没想到歹徒急了 拿起刀就捅向小舅子 李大宝眼急手快 一把推开小舅子 替他挡住了这一刀 小舅子急忙上前将歹徒制服 回过神来 发现了姐夫身上的伤 醒来的李大宝 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当看到身旁的朵朵 李大宝又耍起了嘴皮子 不一会 派出所所长和小舅子 也来到医院 所长告诉李大宝 现在盗窃案已经破了 所里鉴于李大宝的优秀表现 决定对他进行一次表彰 可他却不贪功 把全部功劳算在了小舅子头上 所长 小偷跟我没关系 小偷是磕磕罗 你要表彰就表彰磕磕磕 跟我一点关系 就这样 李大宝再一次帮助了 紧装在身的小舅子 这也让小舅子对他刮目相看 大宝妈听到消息后 赶到医院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儿子 又骑又急 不停地数落儿子 为了讨好朵朵 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 这一切被门外的朵朵 听得一清二楚 而李大宝还在维护朵朵 随后 岳父岳母也来了 二老对女婿先是一顿虚寒问暖 随后就是赞不绝口 大宝妈也拿这个儿子没办法 很快到了出院的日子 小舅子亲自开车送他们回家 李大宝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 在门口将朵朵搀扶的手拿开 装作没事人一样 走了进去 跟弟弟妹妹们一番寒暄过后 就在朵朵的搀扶下来到了房间 就在朵朵给他倒水的时间 李大宝便自觉地躺到了木箱子上 朵朵看到很不忍心 让他回到床上躺着 李大宝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他还以为自己听错 还有 从今天开始 咱俩晚上就一起睡在床上 朵朵 这事可大了 我虽说今天身负重伤 但是不耽误我心里 朵朵 随后 朵朵叫来二宝三宝 要把木箱子搬出去 李大宝听到心里乐开了花 你嫂子刚才话都听见了吗 听见没有什么意思吗 差不多 那箱子可以口菜 行 打发走两个弟弟后 李大宝看着期待已久的床 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不停地来回比划 李大宝一步一步获得了朵朵的好感 在追求朵朵的路上 越来越顺利了 从那以后 李大宝把一门心思 放在了朵朵的身上 没想到 因为他的疏忽 导致妹妹出了意外 自从咱俩登记结婚那天起 你就把所有的心思 全都放在我身上 我觉得你这是严重的媳妇谜 仔细看 男人娶了个漂亮的老婆 把老婆宠上了天 他一心只想讨好老婆 对家里人不管不顾 这天 小妹去上学前提醒大哥 放学以后 让他去开家长会 还要交学杂费 和买球鞋 李大宝一口答应了下来 结果 李大宝一心想着朵朵 跑去歌舞团 看朵朵跳舞入了泥 把接小妹放学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学校里 小妹带着一肚子的火气 走在回家的路上 由于鞋子不合脚 在系鞋带的过程中 注意力不集中 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倒 到了晚上 李大宝这才悠闲地 带着朵朵回家 刚到家 就遭到李大雅的一顿训斥 我看你这心思 压根就没逛在牢里间 你还是回张德德家住得 你什么意思 我招摇我 你是没招我呀 但你招小雅了 你知道吗 李大宝这时才想起 没去给小雅开家长会 李大雅表示 就是因为她没有及时出现 才导致小妹出了车祸 你行吧 真的假的 你一天都了 胡说八道 姑奶奶这时出来确认 得知此事 李大宝急忙冲进屋 心急如焚地来到小妹身旁 此时的小妹正在气头上 根本不想搭理她 李大宝不停地向小妹道歉 说她不应该把 接妹妹的事情给忘记 恨不得扇自己几个耳光 李大宝 我看你是故意不想 交那学大费 所以帮我出去吧 还有啊 你答应小雅买球鞋了 这都两个多月了 连根结贷都没见着 小雅是我一个人妹妹 是不是也是你妹妹 为什么你不给买 你是大哥 这个家的顶梁柱 祖装 建屋吧 天天怎么去 见此情景 朵朵提议 按照李家的惯例 召开家庭会议 李大雅本不同意 但在姑奶奶的认可下 也只有妥协 第二天 家庭会议正式举行 在征得姑奶奶的同意后 朵朵首先以李家 大儿媳的身份发言 她觉得所有的问题 都发生在李大宝身上 自从她俩登记结婚那天起 你就把所有的心思 全都放在我身上 你对姑奶奶和妈 根本就不关心 对弟弟妹妹们 也是挨搭不理 连小雅开家长会 你都能给忘了 学费你也拖着不给 就想着一门心思的 怎么讨好我 我觉得你这是 严重的媳妇迷 朵朵的一番话 说得李大宝无地自容 却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一家人纷纷表示赞同 说完朵朵 主动给小雅掏学费 随后继续批评李大宝 说她不应该 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从而忽视了 对家庭的照顾和责任 她这样完全没有 尽到做大哥的责任 这让李大宝羞愧难当 朵朵 你说得真好 你说这些话 我怎么那么爱听呢 嫂子 说出我们大家的心声啊 我怎么那么爱听呢 打倒李大宝 朵朵一番慷慨陈词下来 引来了老李家无数个赞 朵朵也在不知不觉中 进入了老李家 大儿媳的状态 到了晚上 李大宝又开启了舔狗模式 不得不说 这李大宝还真是能说会到 一番花言巧语下来 把朵朵哄得无言以对 这天朵朵回到家 突然发现 家里换了一台新彩店 朵朵想着淘汰下来的 黑白电视机 于是说服 爸妈把黑白电视机 送到李家去 就这样 朵朵把娘家的黑白电视 搬到了李大宝家 这让一家人非常高兴 李大宝成功取悦了朵朵一家 在追求朵朵的道路上 又迈进了一步 没想到妹妹李大雅 竟成了她最大的左岸 注意看 男人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然而只能看去不能用 可她并没有放弃 一年如一日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女厕所和邻居大妈争位置 朵朵在一群大妈的羡慕中 站到了最前面 李大宝的真诚 很快打动了朵朵 朵朵把娘家淘汰的电视 搬到了老李家 李大宝看到电视 别提有多高兴了 因为在那个年代 电视机是非常少见的 只有大户人家才能买得起 你看咱们家 什么新的东西 什么呀 电视 一家人开心得不得了 朵朵亲切地叫婆婆一声妈 哎 干嘛呀 妈 这让婆婆惊呆了 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因为这是朵朵 嫁进李家以来 第一次这样称呼她 婆婆感到很高兴 如今的朵朵 与李家的人 相处得很融洽 俨然一副 李家大媳妇的模样 饭桌上 一家人盯着一盆 排骨骨湿丹丹 后街南海二宝口水流了一地 唯独一旁的大雅 一脸的不屑 晚饭过后 李大宝 把来之不易的电视剧 搬到了院子里 左邻右舍得知 李家有了电视 都带上小板凳 纷纷前来看电视 大家坐在院子里面 热闹非凡 仿佛就像过春节一样开心 人家都往娘家烧东西 往婆家烧东西 这可少点 人家的儿媳妇 真取得了 众人只顾看着电视 把本该过生日的 大雅晾在了一边 本来他计划 在家人的陪同下吃蛋糕 结果蛋糕没吃到 大家还把他的生日给忘了 大雅一气之下拉了电闸 院子里顿时一片漆黑 李大宝急忙进屋查看 结果发现是大雅搞的鬼 不由分说就对他训斥了一顿 大雅不仅没有引起众人的注意 还被大哥骂了一顿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等到电视剧放完 大宝妈这才想起来 今天是大雅的生日 一家人急忙出门四处寻找起来 结果整整找了一夜 都不见大雅的棕领 一家人急忙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一连三天下来 毫无线索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 大雅却自己溜达回来了 妈妈看见女儿回来 既高兴又生气 对着大雅 劈头盖脸 就是一顿骂 原来他去天津三一家玩了几天 紧接着 胡同里出现了一个拽裤炫的男人 大家期待已久的毛驴闪亮登场 这个男人的出现 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欢乐呢 你见过这么拽裤炫的男人吗 男人名叫毛驴 有房有车有存款 不仅身材魁梧 相貌更是百里挑衣 这么优秀的男人 竟然一直没对象 为了追求大雅 不远千里找上门来 大宝在倒垃圾时 被毛驴拦下 毛驴把他带到饭店 从毛驴口中得知 大雅去三一家散心时 认识了他 在三天的时间里 毛驴陪着大雅四处游玩 并深深爱上了大雅 三天你就爱了 三天不短 那还有一件钟情 我跟大雅 这头脾气 在他去火车站的时候 火车一开 我心都碎了 毛驴此行的目的是向李家提亲的 希望能把大雅取回家 他想让大宝帮忙撮合一下 大宝深知妹妹的脾气 自己不一定劝得动 大雅脾气倔 就像头倔侣一样 您大雅是倔侣 我是毛驴 这多配啊 说完就拿出一千块钱 放在桌子上 表示自己不差钱 这啥意思啊 这不是钱的事 快说去吧 哥 我是海员 毛驴二话不说 又掏出两千 他表示自己奖金也不低 家里的电器也都买好了 就差大雅 这个媳妇了 我在乎的是你和大雅 有没有感情 自己就这么多 大宝回到家 把一打钱放在二老面前 这可把二老吓坏了 都以为大宝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急忙询问钱的来路 大宝把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他说啊 把这四千块钱 让你到二老面前这么一拍 早准把你二老给拍运了 真是 不就四千块钱吗 老太太我见过钱 没错 二老嘴上说着不愿意 但看着四千块钱 又感叹 毛驴确实是个有情义的人 就像我呀 遇上这么个男的 真心的 我也回东西 我也回家 那也得是给您的 姑娘 您的钱是给大雅的 不是给大姑奶奶的 没有 你恨不能让我马上嫁出去 这一家由你来当 嫁出去了 他也轮不到我 他是我妈当家 除非我妈也嫁出去了 才我当家呢 别放屁啊 你们俩都嫁了吗 去去去 二老表示 先见见这个毛驴 再做决定 第二天 三姨和毛驴 就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 登门拜访 三姨 为毛驴和大雅的婚事 做说客 毛驴生的一表人才 一看就是一个 有教养的富家子弟 这让姑奶奶和大宝妈 感到非常满意 只是天津比较远 让大宝妈有些不放心 不远 那么 海内存云 天涯弱笔 以后你要想姑娘 买张车票 还当旅游呢 说完 还不忘展示一下 自己的金表 也不知道 这东西放水里 会不会浮上来 就在这时 大雅从外头回来了 毛驴 你怎么上我家来了 大雅 这不是离得挺近的吗 我能买张票 当旅游的 大雅看出 毛驴是来提亲的 脸色立马变得难看起来 你死了这份心吧 我现在还不想结婚 这让屋子里的气氛 一下子就变得尴尬起来 毛驴碰了一鼻子灰 但他并没有放弃 对大雅的追求 接下来 毛驴会怎样拿下大雅呢 注意看 这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带着巨款上门提亲 没想到 却被女孩当场拒绝 为了缓解尴尬 二老赶紧将毛驴 跟媒婆支走 毛驴心有不甘地离开 妈妈责怪大雅说话没礼貌 姑奶奶觉得 毛驴一表人才 家境优越 完全有能力照顾她一辈子 劝她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就是姑娘 要嫁您嫁 你怎么说话呢 姑奶奶当即 就让儿媳妇教训大孙女 你这跟姑奶奶说话 你姑奶奶想家 那毛驴为准还不要呢 干嘛呢 气急败坏的姑奶奶 回到屋里 拿出毛驴 给的四千块彩礼 拍在桌子上 在那个年代 四千相当于现在多少 我们也不清楚 二老表示 毛驴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 这组可以证明 大雅在他心里的位置 可大雅不这么看 他觉得家里人 是要把他给卖了 自从张朵朵进了老李家 我就找到那个多余的人 是不是 你们现在一个个的 都想让我赶紧嫁 给你们玩家 给张朵朵老家 对不对 大雅始终无法接受 他们没经过自己的同意 就收了彩礼钱 对一家人失望至极 一气之下 拿起厚厚的一打钱 冲出家门 来到院子里大喊大叫 故意让街坊邻居都来看热闹 声称自己被家人卖掉了 大宝这时带着朵朵回家 见状急忙上前劝 大雅大雅正好拿他出气 大宝见他这副模样 说他像杜石娘 没想到这话彻底激怒了大雅 这杜石娘是谁小编 也不知道 你们知道的解释一下 大雅说完就站到花坛上 随手就将卖自己的钱 全洒向天空 在一家人的注视下 洒了一地 大宝拿着钱回到屋里 他不明白 大雅为什么不愿意 朵朵责怪他 不应该收毛驴的钱 他认为大宝就是一个 见钱眼开的人 朵朵责备他 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爱情 当初他俩结婚 也不见大宝给过财 朵朵对油嘴滑舌的大宝 很是无语 第二天 一家人再次召开家庭会议 讨论大雅的婚事该怎么办 一家人是大眼邓小眼 一声不吭 朵朵见状 只好主动发言 朵朵觉得婚姻大事 应该由自己做主 我支持大雅 自由恋爱 自己做主 可大雅完全不领情 张朵朵 您就甭在这给我装好人 大雅非说是朵朵花光了大宝的钱 所以大宝见钱眼开 才要卖妹妹 朵朵的一番好意 被大雅说成这个样子 就连妈妈都看不下去了 最终大家决定 不再插手两人的婚事 让大雅自己做选择 于是把毛驴请来家里吃饭 准备把彩礼钱给退了 可毛驴接下来的一个神操作 直接让大雅改变了想法 妈妈一听 有这样的好事 急忙叫上姑奶奶一同前往 就连隔壁大妈都带着麻带过来了 大宝成功把姑奶奶等人都骗出家门 随后叫来两个发小 准备一树 大宝为了讨好朵朵 根本不听发小的劝告 坚持要把树挪走 就这样 三人急忙开始动工 姑奶奶和大宝妈没抢到西红柿 只能空手而归 两人回到家 还以为进错家门了 小月莫名其妙变得敞亮了 二老发了一会呆 才发现柿子树不见了 大宝听到动静急忙出来解释 他表示 为了不影响朵朵练武 才把树挪走了 妈妈说他吃饱了没事干 这树是三宝的命根子 等他回来 肯定找你拼命 随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三宝放学回家 习惯性地来到柿子树下复习功课 可他发现 树不见了 得知是大宝干了 一时间变得暴躁如雷 拿起铁铲 就要跟大宝拼命 原来 三宝在柿子树下复习功课多年 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这让他非常挠火 三宝你考的好事 因为你用功 跟树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有关系 好 狮子树 三宝 一寸长一寸巧 大宝眼看招架不住 情急之下编了个理由忽悠三宝 昨天晚上 哥做了个梦 就梦见这个狮子树 变成了一个美少女 长发飘飘 然后跟哥说 大宝哥 我为了确保三宝 能够高考顺利 我想挪个地方 可三宝不傻 显然不相信这样的说辞 见三宝不依不饶 大宝接着忽悠 你看咱家这小院 这小院是个什么字 是不是和口字 树 是个什么字 是个木根吧 外头是口 里头是木 是什么字 我不知道 困呐 你知不知道前一阵 为什么那么困 考一阵数 那不是因为你总在 把爷拉我跑过去吗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妈妈上前及时阻止 三宝一气之下 跑出了家门 就在这时 朵朵回到家 上前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大宝急忙向朵朵邀功 为了让他方便练武 特意把树给挪走了 朵朵看着挪走的柿子树 对大宝的做法 很势不解 就在这时 从屋顶发出三宝的嘶吼声 李大宝 你为了剥嫂子一香 你疯我 一疯好吗 你要在古代 肯定是个昏军 我告诉你 我考不上大学 我跟你玩你啊 大宝为了讨好朵朵 结果惹得一家人生气 这让朵朵感到里外不是人 转眼一周过去了 团长对朵朵等人进行了舞蹈考核 可朵朵的表现并没有让团长满意 大宝得知此事 急忙跑到团长办公室 借着打扫地毯的名义问问情况 团长表示他也看好朵朵 但言语间透露之惋惜 大宝急忙询问 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团长看着满脸愁容的大宝 看在他平时这么殷勤的份上 给他支了一招 团长说 天津的歌舞团有位陈导演 如果能得到他的指点 或许还有希望 大宝一听这话 二话不说 就带上朵朵 前往天津拜师学艺 朵朵会如愿以偿当上女主角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大雅 找谁啊 找你 哎呀 大哥呢 毛驴对大哥大嫂的道来很是开心 急忙拉过大宝的行李 热情地招待两人进屋 大雅从房间走了出来 看到大哥大嫂感到很惊讶 毛驴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几人有说有笑 可坐在一旁的大雅 虽然打扮得很时髦 却一直紧绷着脸 沉默不语 大宝带来了家里老人对大雅的思念 孤奶奶和妈店 所以你们结婚以后 可能三年以后要回门 一直倒在你们 随后又问他们 结婚的是 为什么没有通知家里人 毛驴健壮 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大哥呀 就这事吧 这没让不让我们的 哎呀 你这事怨我 就当天结婚这一道姓 你说我也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这肚子就吃的 这闹肚子闹了三天 这三天没起床了 果然 毛驴也是个宠妻的主 饭桌上 毛驴做了一桌丰盛的好菜 招待大宝两人 大雅面对着躲躲 心里有些不高兴 所以一直都没有说话 这让气氛变得有点尴尬 大宝看到桌上的松鼠鱼 跟毛驴讲起了小时候 和大雅的点点滴滴 大雅听完 不禁涌起了对家的思念 我想怎么了 听说大雅想家 毛驴立马要收拾行李陪她回家 第二天 大雅便带上毛驴回北京 一下车 大雅就箭步如飞地跑 拉着毛驴火急火燎地赶回娘家 这种心情 或许只有远嫁的女人才能懂 两人走进熟悉的胡同 大雅热情地跟邻居打着招呼 现在 大雅变得这么漂亮 邻居们都快认不出来了 回到家的大雅 给妈妈来了一个爱的拥抱 姑奶奶见大雅 也是很开心 不停地提起对她的想念 还解释了当初 为什么要收毛驴钱的事 你说这四千 顶大雄 你说给他们到李家 解决了多大的问题 姑奶奶说完煽然了一下 妈妈赶紧让姑奶奶 别再提伤感的事 此时的大雅 也开始理解了 姑奶奶当时的做法 到了中午 毛驴给大家做了一大桌饭菜 一家人对毛驴的厨艺 都赞不绝口 一家人给两人 送上了满满的祝福 大雅也庆幸 当初做的决定 一家人高高兴兴地 吃了顿团圆饭 另一边 朵朵在大宝的陪同下 留在天津 每天去向陈导演学习武艺 大宝每天都在门外 默默等候 正是这一周的朝夕相处 让朵朵对大宝产生了好感 这天 朵朵接到歌舞团打来的电话 原来是考核提前开始了 大宝一早就买了第二天的头班车 为了庆祝朵朵明天考试成功 大宝特意买了很多螃蟹 由于心里高兴 两人多喝了几杯酒 没想到却误了大事 你让我快点起来 快起来 别说了 快点起来 快起来 夫妻二人要去考试 结果却因为喝多睡过头了 两人一起心急火燎的 往火车站赶去 到了火车站后 却被告知前往北京的火车 早已经开走了 朵朵看到这样的情景 一下子就着急了起来 大宝集中生智 不慌不忙 带着朵朵离开火车站 拉着朵朵来到一处马路边 大宝开始一辆一辆地 拦起火车来 想从中找到开往北京的车辆 可接连拦了好几辆都没人搭理 朵朵见状又开始抱怨起来 果然在大宝的努力下 成功拦了一辆大火车 就这样 两人陪同一群战斗机 风风火火地前往北京 歌舞团里 文化局局长在朱团长的陪同下 前来观看选手们表演 直到选拔结束 朵朵都迟迟没有出现 就在局长等人准备离开时 大宝和朵朵从外边急切地赶了回来 大宝见领导的车要开走 直接把手里的箱子一扔 并用身体挡住了领导的车辆 这可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坏了 团长连忙向局长解释 让局长给他一个机会 可局长却以公务繁忙为由 准备离开 局长 局长 求你了 你得给他一次机会吗 你不知道他为了这次演出 固承了多少 局长你再给一次机会 团长也极力地附和 在大宝等人的请求下 局长网开一面答应了 还练听了 朵朵在几个舞伴的陪同下 在台上翩翩起舞 朵朵那优美不凡的舞姿 让局长等人大开眼界 这让众人纷纷拍手称号 最终 局长亲口指定 朵朵为新节目的女主角 团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朵朵 这让朵朵等人激动不已 大宝急匆匆找到朵朵询问结果 朵朵把当选女主角的消息 非常高兴激动地一把抱住朵朵 朵朵多年以来的愿望终于实现 大宝的默默付出也得到了回报 两人紧紧拥吻在一起 从那以后 朵朵终于接受了大宝 这天 大宝带了一只大鹅回家 怎么 怎么抱回一只大鹅呀 哎呀 妈 这可不是一般的 这是天鹅 今天晚上咱把它炖了 咱吃天鹅肉 你要想让咱们全家都改善改善的 我跟你说 你姑奶奶最爱吃鸡 你买只鸡回来炖的就好啊 我必须得吃天鹅肉 大宝说完就带着天鹅往厨房走了 妈妈感到莫名其妙 急忙询问姑奶奶是怎么回事 姑奶奶早已看穿了一切 她比不想吃鹅肉 这你还不明白吗 她不是一直想吃天鹅肉吗 谢谢 妈妈一听 心里暗暗窃喜 到了晚上 大宝也成功将朵朵拿下 院子里 姑奶奶和妈妈正在商量下一步的计划 两人都希望大宝尽快为李家传东接代 这天 二老把大宝交到了自己跟前 给大宝下达了最后的命 男人如愿以偿 吃上了天鹅肉 家里的二老为了传宗接代 当即就给大宝下达了命令 大宝妈拿出计划书 让他们三个月之内必须怀孕 十三个月内要生一个孩子 最好是个男孩 大宝对二老的要求哭笑不得 但迫于二位长辈的压力 只好接过计划书 到了晚上 大宝跟朵朵提起生孩子的计划 朵朵却认为现在是自己事业的上升期 最近三年不打算生孩子 大宝虽然也想要孩子 但又怕朵朵不高兴 所以只能依着他 第二天 大宝带着妈妈等人来到歌舞团 为了打消妈妈让他生孩子的念头 向妈妈解释 朵朵为了事业的努力和付出 妈妈却不管这些 当他看到了媳妇跟别的男人 在舞台上搂搂抱抱时 立刻变得火冒三丈 一气之下 带着三宝和小雅走了 大宝妈气冲冲回到家 向姑奶奶发起了牢骚 说媳妇和别的男人 搂搂抱抱不成体统 完全败坏了李家的名声 姑奶奶听完也是很生气 于是找到大宝 继续施加压力 督促大宝 要好好管教朵朵 让他们抓紧生孩子 别以为你吃了天鹅肉 你就踏实了 那那那那 捕熟的鸭子都会吃你 又何况这 外生捕熟的鸭子呀 二老一唱一喝 说得大宝心烦一乱 二老一心盼望 早日抱上孙子 朵朵却忙于事业 一直不肯生 他们又不好当面 逼朵朵生孩子 于是心生一计 这天 二老上演了一出戏 他们故意在朵朵面前 假装吵架 姑奶奶指责大宝妈没用 要不是看在她 生了一大堆孩子的份上 早就把她打出家门了 姑奶奶表面 是在指责大宝妈 暗地里 却是在指责朵朵不肯生孩子 朵朵听到二老的话后 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 一气之下 转身离开了 大宝急忙追了出去 并向朵朵解释 这么多年 姑奶奶和妈妈吵架 是家常便饭 让她别放在心上 朵朵见状也不好说什么 随后坐着大宝的自行车去上班了 姑奶奶和大宝妈 在屋里庆祝计谋得逞 二老非常希望 朵朵能早日让老李家开支散叶 等大宝下班回家 二老再次把大宝叫到身边 还搬出了父亲的遗像 两人让大宝在父亲面前承诺 让他答应 尽快和朵朵生下小孩 大宝被两个长辈 逼得无可奈何 只好答应等到朵朵办完了重要的演出就生育 二老这才放心下来 可让大宝没想到的是 二老接下来的神操作 让他害怕不已 不生孩子 没门 对 这个男人太惨了 家里的老人为了传宗接代 每天逼着他吃水煮大妖子 大宝打开盖子 一股难闻的气味直冲脑门 他只好来到窗前 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大宝刚要夹起妖子 远处就传来了隔壁张神的声音 一股的嗖味 腰子 大宝 嗖味 腰子 你吃腰子呢 大宝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你这鼻子也太灵了 这都快赶上顶犬了 这还没完 张神接着分析起来 只见他缩了缩鼻子 你这腰子不信心了 嗖味太大 来来来 使这包蒜子 给你两块蒜子 张神的笑话让大宝很不自在 大宝骂骂咧咧地关上窗 自己慢慢享用去了 这天大宝刚回到家 二老马上为他端来了美味的佳肴 大宝恳求二老换个做法 古奶奶果断拒绝他的要求 他认为那样药精就不足了 大宝一脸都无奈 在二老的注视下 大宝一脸不情愿地夹起一块腰子 送到嘴边 小编隔着屏幕 都能闻到一股骚味 面对二老的折磨 大宝只能找到朵朵商量 用什么办法 才能把生孩子的事情解决 朵朵理解长辈的良苦用心 但他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前程 大宝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天 二老再次把他们叫来训话 两人又把大宝父亲的遗像搬了出来 二老希望朵朵放弃事业 将生儿育女的大事提上日程 大宝健壮 连忙解释朵朵还有很多演出 二老可不管这些 要求他们在限定的时间内生下孩子 谈话间 姑奶奶渐渐把矛头转移到朵朵身上 埋怨她现在只知道忙事业 把传宗接代的大事给忘了 看着朵朵被数落的模样 大宝感到很心疼 于是撒了个谎 前两天 我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说 说那儿那个镜子成功率太低了 二老听到这样的消息 都是一脸的震惊 姑奶奶也不再指责朵朵 还主动向她赔礼道歉 两人回到了屋里 朵朵以为是真的 急忙询问大宝 什么时候去的医院 没有的事 我骗她俩的 要人 他们俩我还得逼着你 生孩子 对吧 不是还得为难你吧 得知大宝是为了保护自己 连她的名誉都不要了 这让朵朵感动的气不成声 立马给了大宝一个爱的拥抱 二老为了治好大宝的病 不惜一切花重金 给她熬了十全大补汤 大宝下班回到家 一进院子 就闻到了一股中药味 大宝寻着胃来到厨房 二老立马为她送上大补汤 为了治病啊 倾家荡产我的人 喝了 大宝本来没病 可又怕事情败露 无奈只能在二老的监督下 一股脑的把整碗的大补汤喝下 这还没完 姑奶奶表示 以后天天都有 说完继续动手摸起药来 一个月过去了 三宝每天都监督大哥喝药 此时的大宝 已经生无可恋 不停地流着鼻血 大宝恳求弟弟 不要再逼他喝药了 说完就掏出一块钱 准备收买三宝 大宝健壮又掏出一块钱 可三宝根本不吃这一套 见三宝软硬不吃 大宝只能把自己没病的事告诉了三宝 并让他替自己保密 到了晚上 药紧开始发作 大宝急忙拉着朵朵去睡觉 朵朵却以明天有事为由 拒绝了他的要求 我求求你了 我得把药消化掉啊 你看我这头不立的 我一人睡不着 朵朵健壮 让他出去跑步泄火 可大宝却不依不饶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体谅体谅我 你看我多难受 哎呀 明天再说吧这事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气多 你还跟我对上诗了 我对了 怎么了 我也回你去 留在青山寨 不怕没拆烧 是不是这句 另一边 三宝悄悄把大宝的秘密告诉了姑奶奶 姑奶奶听完火冒三丈 气冲冲地跑向大宝的房间 大宝刚准备出去跑步 正好撞上了姑奶奶 姑奶奶把他们叫到了院子里 大宝猜到姑奶奶已经知道了真相 只好承认自己说了谎 姑奶奶跟他们讲起了 这个大家庭几代人的艰辛和不义 这么多年以来 他尽心尽力操持整个家 就是希望他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他们不但不领情 反而撒谎欺骗自己 这让他非常失望 姑奶奶越说越难过 不禁潸然泪下 人心都是肉做的 朵朵听后也感到很内疚 他连忙向姑奶奶诚恳地道歉 这天 朵朵去医院检查身体 却突然被医生告知 恭喜你怀孕了 怀孕了 恭喜你怀孕了 怀孕了 女人一脸的不可思议 她还以为是医生搞错了 不停地向护士确认 这坏蛋怎么能错呢 朵朵不想要孩子 却被告知怀孕了 这让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家院子里 姑奶奶不停地埋怨大宝 指责她不给老李家传宗接代 就在姑奶奶数落大宝时 小舅子气冲冲找上门 对着大宝 就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大宝一脸的疑惑 小舅子当即就爆出了一个惊天猛亮 我姐怀孕了 真的 真的 大宝听到这个消息 高兴地就要跳了起来 当即就要骑上战车 把朵朵接回家 二老更是激动不已 临走前 姑奶奶不停地嘱咐大宝 临走的时候 从今往后 他就是咱们老李家的 二姑娘 朵朵爸妈还在为孩子的事争论不休 妈妈觉得事业重要 爸爸却认为孩子更重要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大宝火急火燎地赶到 丈母娘对着大宝 劈头盖脸一顿骂 他不想让朵朵因为孩子耽误了事业 坚决不让朵朵要这个孩子 任凭大宝怎样能说会道 始终无法说服丈母娘 岳父在一旁看不下去了 于是出来主持公道 他认为孩子的事 大人别瞎掺和 让朵朵跟大宝回家 至于要不要孩子 让他们小两口自己决定 另一边 大雅拎着大宝小宝回家 原来是毛驴出海工作去了 大雅闲来无事回家住几天 此时的大雅也怀上了孩子 但他不打算现在公布这个喜讯 而是悄悄告诉了妹妹小雅 还特意叮嘱小雅替他保密 他打算到时候让朵朵羡慕一下 大宝这时也把朵朵接回了家 姑奶奶和大宝妈知道朵朵怀孕后 对他的态度来了180度转变 二老热情洋溢地迎接朵朵 更是把朵朵宠上了天 从今往后 他就是咱的姑奶奶 那那也不是 那也不是 我扶你回去 大雅难得回家一次 眼见自己的风头又被抢走了 心里很不适滋味 于是气冲冲找到二老 冲二老不停地发牢骚 人家张朵朵一怀孕 有就把人捧上天了 你们啊就是偏心 知道疼儿媳妇 都不知道疼闺女 二老一听 可把他们逗乐了 你要是真的也怀上了 那 那姑奶奶不是照样疼你吗 妈不也就更疼你了吗 一听这话 大雅便得意洋洋地向二老宣布 那我现在宣布啊 我也怀孕了 朵朵和大雅同时怀孕 真的是双喜临门 这让两位老人开心不已 姑奶奶表示 以后会一视同仁 大宝先是娶了娇妻 眼看又要当爹了 他激动的 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我叫李大宝 你叫张朵朵 孩子叫李公子朋友 此时的朵朵 还没有心理准备 他在犹豫 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 第二天 得知大雅怀孕了 那个英俊潇洒的男人 也赶来了 这个女人怀了孩子 还在活蹦乱跳 一家人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他们担心肚子里的孩子 受到影响 大宝还在极力地劝解 可朵朵已经不耐烦了 直接跟他们摊牌 一家人听到这个消息 都是非常吃惊 朵朵说完就转身回屋了 大宝急忙追了上去 朵朵一直不想要孩子 大宝却期待已久 并坚持要留下孩子 两人意见不合吵了起来 朵朵一气之下 回了娘家 朵朵回到家 妈妈劝朵朵要想好了 再做决定 如果真不想要这个孩子 那也要和大宝好好商量 朵朵询问妈妈 当妈是什么感觉 操心受累 千长挂多辈子 不过当妈 也有当妈的快乐 几天后 团长向大家宣布了 一个重要的消息 团里决定 带着自己的乐队 去参加全国文艺会演 这样一来 舞蹈团的排练 就要被叫停了 这让朵朵等人十分失落 可大宝得知 却高兴坏了 这样一来 朵朵就不用忙着排练 他就有时间再加生孩子了 大宝满心欢喜地 来到丈母娘家 可朵朵却告诉他 他还是不愿意 生下这个孩子 他觉得 以后还有时间 只要不生下小孩 那他的事业 就还有发展的机会 大宝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还被大雅嘲笑了一番 李大宝 你说你是不是个爷们 这媳妇不给你生孩子 你连生都不敢坑 是不是怕生死 那孩子不像你 没法交代 你大雅你再胡说八 你是没有抽你 毛驴听到动静 走了进来 见媳妇被欺负 毛驴当即展示了男人的一面 这还没完 毛驴把大雅红走后 又冲着大宝 使了实眼色 你自己亲妹妹 也都瞎了手 你自己躲着了 朵朵经过一夜的考虑 还是一意孤行 去了医院 岳父劝说不动 连忙给大宝打电话 大宝接到电话 急忙骑上战车 飞速赶往医院 朵朵已经进了手术室 医生对朵朵做了检查 并准备实施流产手术 大宝急冲冲赶到 连忙向二老询问情况 你怎么办啊 就在大宝一脸担忧时 朵朵一个人 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一家人赶忙上前询问 一切正常 一切正常 什么意思 我刚才觉得 它动了一下 我就没舍得做 大宝高兴的一把 将朵朵抱在怀里 朵朵经历了这件事情 也开始萌生了母爱 她决定 生下这来之不易的孩子 这个女人刚怀上孩子 就被家里的老人宠上了天 可由于孕吐严重 女人一闻到油烟味就想吐 是不是每个女人 孕吐都会这么厉害 为了让朵朵有胃口吃饭 大宝妈特意把毛驴接过来做饭 毛驴这一身打扮 可把丈母娘惊呆了 不得不说 毛驴这造型 确实有点像偷地雷的 毛驴一番神操作下来 做了满满一桌美食 可朵朵有了严重的认身反应 只要一闻到食物的味道 就会呕吐 更别说把食物吃下去了 大雅健壮 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她在朵朵面前 大口大口地吃饭 想以此勾起朵朵的食欲 姑奶奶让朵朵先吃进去 就算吐出来 也得不吃墙 在一家人的劝说下 朵朵硬着头皮 往嘴里送了一口菜 可没想到 全都吐了出来 大宝健壮 只好带她回了娘家 大宝向丈母娘解释 家里油烟味太多 朵朵闻到油烟味就想哭 丈母娘告诉大宝 当年 她怀上朵朵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症状 后来接连吃了几天 窝窝头 就有了食欲 老丈人把精心熬制的 鱼汤送来了 可朵朵一闻到鱼腥味 又开始受不了了 大宝只好带着朵朵回家 为了防止油烟味吹进房间 大宝就用窗纸塞住 所有的窗缝 我让咱们全家 从今天开始都吃素 一直吃到你不住 全家都吃素 那没想到 谁让你怀着 当老李律大叔 看着大宝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朵朵心里感动不已 大宝一番花言巧语下来 把朵朵哄得心花荡漾 两人的感情 也开始持续升温 从那以后 老李家过上了 以素食为主的生活 一家人每天窝头 闲菜贴饼子过了一个月 虽然大家怨声不断 但在姑奶奶的威慑下 一家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为了给老李家传宗接代 朵朵甚至还去医院 输了几天营养业 这天晚上 毛驴悄悄地带回两只烧鸡 大雅吃了这么多天素食 早就对婚姓饥渴难耐了 当毛驴把烧鸡 端到自己面前的时候 大雅直接就上手了 看着大雅大快朵頤的样子 小编都忍不住流了一滴的口水 屏幕前的你们 是不是也一样呢 睡梦中的朵朵 闻到了烧鸡的味道 她的食欲突然就来了 于是 带上大宝文生来到厨房 接下来 朵朵的孕吐问题 能否解决 我们拭目以待 毛驴擦了擦嘴 一巴掌还在桌子上 随后骂骂咧咧地说道 我媳妻怀孕了 想吃个烧鸡怎么了 我儿子热了 就想吃 馋了 媳妇当汤面 把这口咽一吃 大宝我也要吃鸡腿 一听朵朵要吃烧鸡 这可把大宝高兴坏了 自从朵朵怀孕以来 一闻到食物的味道就会呕吐 现在竟然想吃烧鸡了 大雅连忙让毛驴把烧鸡拿出来 毛驴见状还想藏起来 大宝骂骂咧咧 直接抢了过来 就这样 两个孕妇一起大块朵頤 大宝和毛驴生怕不够吃 四个人狼吞虎咽地抢着吃烧鸡 这也太香了 看着几人大口地啃着烧鸡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你们的食欲 从那以后 朵朵突然有了胃口 毛驴做了一桌子的美食 一家人终于可以敞开肚子 大吃大喝了 转眼间朵朵和大雅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朵朵虽然决定生下孩子 可依旧没放弃跳舞的梦想 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活动 姑奶奶看到这样的情况 不禁感到非常紧张 连忙嘱咐朵朵朵回屋去休息 姑奶奶觉得只要先卖左腿 生的就是男孩 反之可能就是女孩 这天 姑奶奶和大宝妈在院子里织毛衣 朵朵挺着大肚子 照常来到院子里练舞 姑奶奶之前已经多次劝过 让她在怀孕期间不能乱动 朵朵却不为所动 结果到了这次 朵朵突然肚子疼了起来 大宝健壮急忙将她送去了医院 姑奶奶在家提心吊胆 大宝妈急匆匆赶回来 告诉姑奶奶朵朵有惊无险 大宝已经带着她回娘家 调养去了 姑奶奶悬着的心裁放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里 大宝无时无刻都陪在朵朵身旁 生怕再出什么意外 对朵朵百般呵护 很快 朵朵的预产期到了 一家人带着大宝小包来到医院 手术室外 一家人都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 没想到大雅的肚子也有了动静 大宝急忙把医生叫了过来 就这样 大雅也被叫进了手术室 一家人都焦急地待在门外 不知过了多久 手术室里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在一家人期盼的目光中 一名护士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护士小姐姐告诉众人 是个健康的男孩 有六斤八两重 大宝妈急忙让三宝回家给姑奶奶报喜 紧接着产妇也被推出来了 让一家人没想到的事竟然是大雅 小姑子陪嫂子去生孩子 结果小姑子先上了一个大胖小子 那么多多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生的儿子 这不是你媳妇吗 这是我妹妹 嫂子要生孩子 小姑子陪着去 结果小姑子先上了个大胖小子 嫂子却迟迟没有生 生完儿子的小姑子胃口大开 又是喝鱼汤又是吃点心 还把家里给嫂子准备的好吃 一股脑全吃了 你说在家吧 吃喝你争 你生孩子这事你也争 顺带把嫂子的床位也给占了 嫂子只能在医院的走廊上待产 丈母娘见女儿没有生产的迹象 只能先回家去准备早饭 姑奶奶听说生儿子的是大雅 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姑奶奶 这手心手胃可都是肉啊 姑奶奶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 到了午夜时分 博朵忽然感到肚子疼 估计是要生了 大宝急忙叫来值班的护士 将朵朵推进了产房 经过了一番折腾 顺利生下了一个女孩 朵朵感到有点遗憾 大宝却觉得是男是女都是老李嘉的后代 他并不是重男亲女之辈 朵朵为老李嘉生下了一个小公主 大宝非常高兴 给女儿取名为李夏 朵朵和孩子回家后 几个老人围着孩子转 姑奶奶虽然一心盼望孙子 可朵朵生了孙女 毕竟都是老李嘉的后代 看着也蛮喜欢的 毛驴得知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 急急忙忙地赶回家 当看到自己的大胖儿子 乐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毛驴出海回来 不仅给儿子买了许多玩具 还给大雅买了一条金项链 起名了吗 起了 大雅得知朵朵的闺女叫李夏 他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李上 不是 那我儿子怎么是李的 姓毛 名李上 毛驴也想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 求知是秦斯卡 就叫毛李求知 朵朵生下女儿后身体很虚弱 没有足够的奶水喂孩子 大宝想方设法 让朵朵喝汤下满 可朵朵却发烧了 大宝急忙陪朵朵去医院 把女儿抱给姑奶奶照顾 孩子饿得哇哇叫 大雅虽然与嫂子形同水火 但看着小侄女哭得伤心欲绝 她一时心软了下来 姑奶奶 给我吧 干嘛呀 我喂一个也是喂 喂两个也是喂 姑奶奶看孙女吃饱了 不哭了 这才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 大宝从医院得知 我朵得了乳腺炎 吃药会影响胃奶 姑奶奶提议 让大雅接着为李夏吃奶 就这样 大雅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在家里的地位 也有了质的变化 一家人见了都退避三社 就连姑奶奶也要让三分 大雅成了老李家 没人敢惹的姑奶奶 可接下来却发生了一件 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跟你们说事啊 昨儿啊 李夏管我叫妈了 自己生了女儿 开口竟然叫别人妈妈 换做侍女 你会难过吗 嫂子生了的女儿 可由于身体虚弱 一直由小姑子喂养奶水 在小姑子的精心照顾下 孩子渐渐的长大 饭桌上 小姑子向众人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昨儿啊 李夏管我叫妈了 嫂子生的女儿竟然管姑姑叫妈 一家人听到都觉得很震惊 紧接着 大雅继续模仿起来 我刚要给她喂奶的时候 她那小眼睛看着我 就妈妈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朵朵心里感到有些失落 回到屋里就和大宝抱怨起来 朵朵认为孩子是自己轻生的 第一声妈就应该叫自己 没管毛驴叫爸呢 那就不错了 就稍高兴了 你说什么呢 以后孩子能第一声叫我爸 那就行了 大宝的一句玩笑话 让朵朵心里更加不是滋味 在我生完孩子以后 你跟你们全家人对我态度都变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生完孩子 我就跑不了了 那你肯定跑不了了 你往哪跑啊 孩子在这呢 跑得了 何人跑不了庙 大宝理解朵朵的心情 安慰他不要在乎第一次的问题 以后孩子会改过来的 很快 大雅要跟毛驴回天津了 这让姑奶奶泛起了仇 担心大雅离开之后 孙女就没有奶喝了 于是想着挽留一下大雅 大雅表示 在娘家待得久了 有点想念自己的小家了 姑奶奶理解大雅的苦衷 并向大雅由衷地表示了感谢 姑奶奶原来脾气不好 你别往心里去啊 您是谁啊 您是姑奶奶 您的话呀都得听啊 大雅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也想留下来 但也要考虑毛驴的感受 听说大雅要走了 朵朵心中也有些不舍 刻意买了一双新皮鞋 送给大雅 大雅看到精致的新皮鞋 心里高兴极了 她想起了以前弄坏朵朵鞋的事 两人敞开心扉聊了起来 无形之中也解开了以前的心结 时光真的可以改变许多人和事 就像朵朵和大雅 从原来的不和变成了亲姐妹 大雅准备走了 一家人都非常舍不得 纷纷前来送别 姑奶奶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 眼睛不知不觉就湿润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相信每一次的离别 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重逢 几天后 三宝由于高考压力过大 开始变得神志不清 在院子里胡言乱语 还把考卷撕了一地 仿佛着了磨一板 大宝想起犯境终局的故事 要找个人打三宝一巴掌 把他彻底打醒才行 可一家人都下不去手 就在一家人不知所措时 朵朵很下心 上去就是一巴掌 是什么让眼前这两兄弟反目成仇 原来 大宝一家拆迁 大宝夫妻获得家人赠送的一套新房 朵朵看着粉刷一新的墙壁 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他与大宝历经沧桑 如今终于有了一个属于两人的家 这天 在外打拼多年的二宝回到家 二宝表面看似成功人士 其实在外面拼搏多年一事无成 为了改变现状 赚到一笔钱 二宝开始打上大哥新房的主意 如果得到房子 随便都能卖个好价钱 于是二宝立马找到女友牛情 事先与牛情通气 让他配合自己演艺出戏 随后二宝把牛带回家 向两位长辈介绍女友牛情 二宝把牛情当成了儿媳妇看待 端茶递水招待他 二宝谎称自己马上就要跟牛情结婚了 但牛情的父母眼光很高 要求二宝要有独立的房子 如果没有房子 他们就不同意嫁女儿 二宝说完了谎话 接着厚颜无耻提出想得到大哥的新房 姑奶奶当场拒绝他的要求 他已经把新房送给大宝了 他虽然也希望二宝成家立业 但不同意再把新房转送给二宝 而且大宝已经有女儿了 一家三口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 您要是真拿我当亲孙子 您就把那一居室给我 我跟你这么说吧 什么都可以毅力 就这事不能毅力 知道吗 二宝片房计划失败 于是将主意打到了大宝的身上 这天大宝正在装修新房 二宝带着好酒好菜上门 大宝一眼就看出二宝有话要说 于是故意将躲躲之走 随后让二宝有事直接说 能帮的大哥一定帮 二宝见大哥上当了 也就不再浪费时间 把自己之前说过的谎话又说了一遍 哥你能不能 把这条一居室啊 让给我结婚用 大宝听完 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没想到二宝上门拜访 竟然是为了他的房子 他自己也把新房看得很重要 大宝一口回绝了他的请求 那你这意思就没商量了呗 商量什么商量 你就不应该张这个口 跟你哥提这个事 二宝还在不依不饶 大宝一气之下 将二宝轰出家门 二宝片房计划再度失败 心有不甘地回到出租屋 牛情劝他不要再欺骗家人 可二宝下定了决心片房子 尽管牛情再三劝说 他始终不肯改变主意 一门心思想着 怎么夺到属于大哥的新房 这天一家人在酒楼包厢吃饭 所有人全部到齐了 二宝也带着女友过来了 饭桌上 二宝再一次提出了住新房的要求 这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妈妈的身上 妈您给我做个主 您说句公道话 能不能把这套一居室让给我 妈妈说这是他做不了主 要听姑奶奶的 并且已经决定把一居室给大宝了 二宝面对家人们的反对并没有退缩 而是抱着必胜的心豁出去 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夺到新房 否则绝不罢休 二宝能否骗到新房 我们下期接着讲 这个男人为了和大哥争夺新房 不惜与全家上下闹翻 大宝妈大妈二宝没良心 从小到大姑奶奶事实都偏向他 没想到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二宝可不管那么多 表示自己一定要得到大哥的房子 否则事不罢休 姑奶奶也指责二宝贪得无厌 你们没有一个人当我是老一家人 姑奶奶 说你笨 姑奶奶被气的贪坐在椅子上 好端端的一顿饭被二宝绞成这样 姑奶奶自言自语的说着 全家从饭店回来 姑奶奶经过艰难的思想挣扎 不顾大宝妈的阻拦 沉重地向大宝和朵朵说出二宝的身世 原来二宝并不是老李家亲生的 当年姑奶奶在路上捡到一个气樱 这个气樱就是二宝 二宝把二宝视为己出 这么多年对二宝十分溺爱 他们没想到反而害了二宝 姑奶奶提醒大宝 无论如何也要善待二宝 要把他当亲兄弟一样看待 并向大宝保证 那套房子肯定不会给二宝的 两人回到屋里 得知了二宝的身世后 都对他产生了同情 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把新房让给二宝 第二天 大宝和朵朵来到二宝租住的房子 新人办事住新房 也得图个吉利啊 你们俩以后可得好好过日子啊 两人千叮咛万嘱咐过后 把钥匙交到二宝的手中 新房终于落到二宝的手里 他高兴地打电话给朋友 打算尽快卖掉新房 牛情看到二宝利用假结婚的事 骗取家人的同情夺到新房 心里感到十分内疚 于是来到大宝家 把二宝骗房的计划说了出来 大宝得知二宝要房子的真正原因后 对他失望至极 第二天 二宝带朋友来看房子 没想到姑奶奶和妈妈 早就在新房等他了 姑奶奶放下狠话 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在 这房子就别想卖出去 二宝见状只好先送走朋友 此时二老已经知道了他的阴谋 他们对着二宝指责起来 结果二宝狼心狗肺的样子 还对着二老狡辩起来 我怎么了 我就想做点大事 怎么了 他跟我们老李家似的 各个窝窝囊囊的 我大哥 你没出息啊 我得出人头地 姑奶奶看着被自己惯坏的二宝 竟然骗到自己家人头上 还瞧不起生他养他的李家人 一气之下 拿起拐杖 对着二宝一顿毒打 好在大宝及时赶到 急忙劝住了姑奶奶 二宝捂着被打出血的头 狼狈不堪地跑了 他的片房计划就此落空 几天过后 一家人搬进了新房 就在一家人其乐融融时 大雅灰头土脸的回来了 怎么了这是 哟 这怎么回事啊 这脸怎么了 是不是毛驴倒的 这脸怎么了 是不是毛驴倒的 这除了他还能有谁啊 女人鼻青脸肿 回到娘家 大哥一听火冒三丈 当即就要去天津找毛驴算账 朵朵急忙拉住大宝 让他不要冲动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毛驴也从外头进来了 你出车祸了 就出车祸了 好家伙 自己的妹妹就是被打了 毛驴就是出车祸了 这大哥当的没毛病 本来一家人还在气头上 本以为大雅被欺负 没想到毛驴更是狼狈 见此情景 一家人也不好 在追究什么 于是赶紧询问 是怎么回事 他 给人送海鲜 那么大 那么大的海力 还那么大的对虾 我从来都没吃过 全送给那女的了 大宝一听 又要上前教训毛驴 毛驴让他别太激动 给他个解释的机会 毛驴只责大雅血口喷人 那不是前妻 明明就是前女友 大宝健庄又要上手 认为前女友也不行 毛驴现在是百口莫辩 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 原来 毛驴在酒楼当厨师 前几天 在路上偶遇前女友 前女友刚好离婚了 独自一人带着孩子 毛驴看孩子挺可怜的 就把酒楼剩下的一点海鲜 送给了前女友 一家人知道真相后 呼啸不得 姑奶奶只好劝说两人和解 随后以疲惫为由 回房休息了 毛驴健壮 把希望寄托在丈母娘身上 希望她能主持公道 丈母娘表示 清官难断家务事 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 懒得管他们这些事 丈母娘说完 也起身离开了 嫂子 咱俩都外星人 你给评评理 怎么里下见我呢 见一家人都纷纷逃离现场 毛驴只好把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大宝身上 你们俩啊 狗咬狗 一嘴毛 谁也别说这 毛驴真是可怜 舅舅不疼姥姥不爱 打又打不过 骂又骂不过 一家人都跑光了 大雅气 冲冲来到饭桌前 吃起饭来 毛驴一看不对劲 他也急忙跑到餐桌前 两人大快躲一起来 吃得一个比一个香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一家人还在担心 毛驴和大雅的事 没想到 两人亲密地手挽着手 有说有笑地 从房间走了出来 一家人 看得目瞪口呆 两人来到饭桌前 接着秀恩爱 互相拿鸡蛋 给对方热敷 为了防止毛驴和前女友再见 他们决定把天津的房子卖了 全家回北京开包子铺 朵朵让他们想清楚再做决定 大宝妈训斥大牙 想一出是一出 劝他们要考虑周全 毛驴则表示 一切都听从大雅的安排 不得不说 宠妻这方面 毛驴丝毫不输大宝 两人的包子铺能否开启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猥琐的老男人 正色眯眯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一旁的丈夫 看到这样的情景 也是敢怒不敢言 他又不能得罪这个老男人 原来 大宝为了得到港商的投资 将朵朵头与水火之中 老男人见女人不敢反抗 于是 色心大起 开始对朵朵动手动脚 见老男人越来越过分 大宝实在忍不住了 情急之下拉了电闸 舞会现场 顿时陷入了黑暗中 你干嘛拉 谁要拉什么 我拉了 怎么的 朵朵气愤地回到家 大骂大宝 在舞会不帮他 你除了会拉电闸 你还会干什么 那我必须得拉电闸呀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朵朵一心等着大宝来救他 可大宝却迟迟没有出现 这让他很生气 大宝连忙向朵朵狡辩 自己是在找酒瓶子 本来想拿啤酒瓶打他的 结果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所以只能拉电闸了 朵朵根本不想听他的解释 大宝连连向朵朵双膝下跪 见大宝一副无赖的模样 朵朵也拿他没有办法 大宝道歉完又发起牢骚来 他觉得自己才委屈呢 好不容易拉来的港商投资 现在肯定也黄了 自己的仕途也完了 朵朵没想到自己被欺负 大宝还在想着自己的事 正要发脾气 大宝急忙借口接孩子去了 大宝由于这件事情得罪了港商 导致投资工厂的事情黄了 于是找到厂长主动承认错误 厂长并没有责怪大宝 厂长也觉得 那个港商不是个东西 大宝也尽责了 厂长兑现了之前的承诺 把大宝调到了厂办工作 您关心厂长 大宝被调到厂办工作后 开始整理一堆文件资料 这么多年以来 他已经习惯了 在维修车间干粗活 整理文件这种工作 对他来说 简直生不如死 于是找到厂长诉苦 让厂长把自己 调回车间去工作 厂长听了很生气 叮嘱大宝 让他好好工作 过段时间厂里 要和二厂合并 待在车间 恐怕连饭碗都保不住了 大宝一听 只能硬着头皮 接着干下去 另一边 朵朵来到歌舞团上班 朱团长把他叫到办公室 告诉他一个 十分震惊的消息 原来 舞蹈团的效益 一年不如一年 团里决定裁掉一批老员工 让年轻新人加入舞蹈团 给舞蹈团注入新的活力 并让朵朵退居二线 到后勤部门 朵朵失落地走出办公室 他来到歌舞团的演出大厅 站在舞台上 他想起了自己 曾经演出辉煌的时候 往事历历在目 自己为了舞蹈 和大宝搭车去学艺 大宝竭尽全力 为自己争取女主角的机会 望着整个演出大厅 想到自己 即将要告别舞台 他是那样的痛苦和无奈 朵朵知道 早晚会有这一天 但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这时 十年的老搭档出现在朵朵面前 他邀请和朵朵 再共舞一次 和这个舞台做最后的告别 朵朵深夜未归 大宝妈打电话 通知大宝去找他 大宝赶到歌舞团 正好看见朵朵与别的男人 在翩翩起舞 两人的举动 亲密间 如同一对情侣 大宝一气之下 冲到台上 将男人直接放倒 男人看见自己的老婆 正在和小白脸跳舞 男人越看越生气 他一气之下冲上台 直接把小白脸放倒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把我这儿来干什么 你还问我 你们俩在这儿干什么 两人回到家 朵朵生气地告诉大宝 他们的舞蹈团已经解散了 自己被分到了后勤 刚刚只是和秦华 在舞台做最后的告别 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关系 大宝听后 一脸愕然 这才知道 是自己打错人了 急忙向朵朵认错 并且要去跟秦华道歉 这夫妻两个人之间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 信任 对 信任 你信任我吗 信任 夫妻之间 最重要的是 互相信任 大宝保证以后 不会发生类似事件了 朵朵趁机提出 秦华现在 带人在外地走学 自己也想 跟着去赚点钱 大宝一时间 尽不知所措 第二天 一家人吃早饭的时候 朵朵再次向家人提出 想利用空闲时间 去外面跳舞挣钱 大宝妈 担心孩子没人照顾 朵朵认为 孩子以后 读书用钱的地方很多 趁自己年轻 要多给孩子赚点钱 大宝妈 把目光投向大宝 询问她的意见 大宝虽然嘴上答应 但心里却很不情愿 就这样 朵朵加入了秦华的团队 秦华向他们宣布 下周五 要到广州去演出了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都很高兴 朵朵回到家收拾行李 大宝看到朵朵 朵朵戴的都是短裙子 心里有点不高兴 但朵朵躯意已决 她也不好再说什么 朵朵跟着秦华等人 前往广州进行演出 一段时间后 收获满满地回到家 给一家人都带了礼物 给大宝买了个BB机 这让大宝爱不释手 朵朵感慨 这次出差真是长见识了 南方的经济形势一片良好 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创业 不像他们这边 只会死守着一份工作 干到老 大宝却只顾玩着BB机 对朵朵的话 充耳不闻 大宝这不求上进的态度 让朵朵很生气 正是朵朵这一番话 让大宝有了创业的想法 第二天 大宝和自己的两个发小聚会 当看两人在外面 混得风生谁起 自己单位又不景气 大宝也觉得自己 有必要到外头去闯一闯啊 毕竟死守在工厂 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这天 大宝来到厂里 向厂长提出了辞职 厂长告诉他下岗可不是儿戏 以后要再想回头可就难了 大宝已经下定决心 他决定辞职以后 到外面闯荡一番 表示自己想换个活法 那么大宝的创业之路会顺利吗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男人本是一名国企工人 但他却选择了下岗 从今以后 他将丢掉铁饭碗 成为了一名下岗人员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 大宝没有像许多下岗工人一样 愁眉不展 他觉得自己可以放开手脚 好好闯荡一番了 大宝下岗后 找到自己的发小宝库 宝库没活在等课 正跟几个同事在打牌 大宝将宝库叫到一旁 大宝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跟着宝库一起瞪三轮 宝库担心 大宝吃不了这个苦 但大宝执意要去试一试 宝库只好带大宝 来到自己的旅游公司 并向经理说明了来意 经理询问他 有没有摸过三轮车 大宝表示没摸过 也没骑过 经理一听 大宝连三轮都没骑过 当场就拒绝了他的请求 随后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两人来到胡同里 宝库觉得大宝能说会道 给他介绍了一个轻松的活 我琢磨有个活啊 适合你 挣钱比这多还没得累 什么活啊 倒入 就这样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大宝通过自己的努力 如愿以偿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导游 大家看看这个啊 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提的 不道长城非好汉 大家知不知道 下一句是什么 不知道 下一句是 不吃烤鸭真遗憾 大宝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把游客惹得哈哈大笑 大宝对于朵朵到广州演出的事 心里一直存有忌惮 毕竟广州市的花花之地 不少演员到了那里 都走上了不归的道路 这天 大宝做导游时 碰到一名广东游客 他趁机打听 在那走学演出 都有什么节目 这名游客告诉大宝 有许多歌舞团 确实存在不正当的演出 那天女演员 穿得少 露胳膊露大腿 唱得好了呢 我们就打赏话了 当小废 然后他们就下来 赔赔酒 聊天 大宝听了游客的诉说 心里感到七上八下的 这天 大宝正在家里休息 此时 朵朵收到情华传来的呼吸 朵朵如实转告大宝 他们会在29号到30号 去深圳演出 大宝一听立马 不乐意了 当即质问朵朵 在广州演出的情况 我问你 你们去那边都演什么呀 我就跳舞呗 人家唱歌 我家后边伴舞 你们演完出了 陪不陪喝酒啊 朵朵表示 有时候为了感谢 赔点酒很正常 大宝听完火冒三丈 他担心朵朵被人占便宜 坚决反对朵朵 再去走学演出 朵朵表示 他也不想出去 这样做 只是为了给家里增加点收入 一听这话 大宝把自己的包 往朵朵面前一扔 让他看看自己 这半个月的成果 并告诉朵朵 自己下岗去当导游了 朵朵没想到 大宝没和自己商量 就扔了铁饭碗 这让他十分生气 朵朵一气之下 就想离开 并说明自己 一定要去 没想到 大宝脱口而出 毛驴的天津包子店 即将开业了 身为厨师的毛驴 对自己的手艺 非常有信心 准备开业当天 争个一百龙包子 大雅认为 没必要争那么多 他们第一天开业 万一没生意就亏大了 那本正要是不够 你可能怨我 老王 你就按五梯准备吧 师傅都愣住了 开业就准备五龙包子 第二天 大雅怕花钱 连个开业仪式也没有准备 全靠几人站在门口招揽生意 经过一小时的吆喝 好不容易盼来两个客人 这可把大伙高兴坏了 又是家量又是送小菜的 结果把唯一的两个客人都给吓跑了 接下来 不管大伙怎么吆喝 始终没有一个顾客愿意来买包子 由于他们的店是第一天营业 又没有知名度 这一天下来 他们争的五龙包子 一个都没有卖出去 这让大雅和毛驴很着急 毛驴见状 把怨气都撒到了员工身上 又一天过去了 他们的包子 还是一个都没有卖出去 毛驴埋怨大雅开业的时候 不早点声势宣传一下 包子放久了容易变质 两人经过一番商议 与其任由包子变质 倒不如把包子分给街坊邻居 也算做个宣传了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个举动直接让包子铺引来了转机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吃活动 毛驴的天津包子铺渐渐做出了名气 许多顾客成了回头客 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这让夫妻两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这天 大宝带着两个外国友人来照顾毛驴的生意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意大利的乔治 乔治先生 哈喽 西班牙的皮特 皮特先生 哈喽 你是皮特 哈喽 哈喽 我的名字是驴毛 Sister brother 对 毛驴和大雅很好奇 大宝奶奶的外国朋友 大宝告诉他们 自己已经下岗了 现在在做导游 这让毛驴一下子又嗅到了商机 你那不旅行团吗 你一团一团 你给我往过晕 马龙多给你提成 你把你大哥当什么人啊 啊 我要提成 我要挣钱 我带你这来 我带北京饭店好不好 你看我就不考验你呢 你这就不关了 你在我这就算 你这一脸正气 不得不说 这两人耍起嘴皮子来 谁也不落下风 简直就是卧龙凤厨 大宝自从做了导游 挣钱了翅膀也硬了 一回到家 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对朵朵的态度 也变得尖酸刻薄 朵朵不敢相信 曾经那个把自己捧在手心的男人 竟变成了这样 大宝把所有的甜言蜜语都给了游客 对家人的关心少之又少 长时间的压抑 朵朵终于忍不住了 跟大宝吵了一架 朵朵一气之下 就要回娘家 你回 你回家 你回你就别回来了 就离 你要是提出来跟我离婚 人家可说了 女的提出来百分之百是后卫有人了 谁说的呀 我们大为一大姐 那都离两回婚了 每一次都是有人了之后提出来的 我这天天长城十三岭八大岭 累得个臭死 你在家都给我研究出新线路来了 能不能别胡搅蛮缠 大宝的不信任 对朵朵来说是最大的伤害 朵朵不敢相信 那个曾经把自己捧在手心的男人 竟变成了这样 朵朵一气之下 回了娘家 回家 你回你就别回来了 就离 朵朵回到家后 并没有向妈妈说出真相 而是随便找了个借口 说要回家住一段时间 朵朵回到房间 静静地躺在床上 此时的她 再也压抑不住心中的委屈 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几天过后 母亲开始怀疑 朵朵都回家住这么久了 大宝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朵朵解释大宝 现在当了导游 虽然工作忙 但是挺挣钱的 这要是原来 你这一回娘家 她就跟着你 现在倒好 也不怎么回来了 过去是过去 现在是现在 大宝自从挣了钱 就开始飘了 时不时跑来 跟毛驴吹牛皮 在毛驴面前炫耀 声称自己 把朵朵制得服服帖帖的 毛驴听后很不服气 原来大雅对我什么样 揍你呗 你看现在 揍得更疼吗 老老实实的 让我治的 你就看治的 现在对我温柔的 都不像个样子 你知道 打到你媳妇 揉到你面 就对女人 你就必须得收拾 你收拾越狠 他们就越消停 这时 大雅刚好经过 好奇的询问 两人在聊什么 大宝说 毛驴要揍你 要把你收拾的 服服帖帖的 大哥 啥你听错了 我刚才我不说 我不是说那个 我说大雅这两天 我要给买两件衣服 给你收拾收拾嘛 还好毛驴反应快一点 不然就要遭殃了 朵朵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 还是决定给大宝打电话 他想挽回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咱们是不是得见面谈的 朵朵把大宝 约到了两人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朵朵向大宝提起两人的点点滴滴 当初 大宝对朵朵一见钟情 从此他和大宝相识相恋 两人走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如今两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希望大宝 不要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感情 此时的大宝红着眼眶看着朵朵 往事一幕幕 浮上心头 回想 初次看到朵朵 就被他深深的迷住了 两人后来因为意见生情 自己心甘情愿 为朵朵做任何事情 奋不顾身替小舅子挡刀 两人最终收获了满满的幸福 往事历历在目 夫妻在一起 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碰碰 但是应该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和包容 两人四目相对 久久都没说出一句话 时光如水 日月如缩 时间转眼来到2014年 大宝和两个兄弟 合伙开办了一家旅游公司 现在的他们生意兴隆 马上到了公司成立20周年的纪念日 同时也是大宝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 大宝决定把这两件事安排在一起 当初娶朵朵的时候 没有办过像样的婚礼 大宝要给朵朵补办一场完整的婚礼 这天 大宝和朵朵在一处风景优美的郊外 举办了婚礼 两人携手走向舞台中心 在婚礼上 大宝表达了30年来 对朵朵忠贞不渝的爱 我们俩这是 原配啊 原配 不是二婚我们啊 三十年前我们结婚这个形式上 可能是有点坑风滚片 但是我对她的爱 是真的 两人在亲戚朋友的见证下 紧紧相拥在一起 大宝和朵朵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爱情是美好的 要敢于追求 人生是漫长的 要学会坚持 只有经历过苦难 才能品尝人世间烟火的味道 感谢观众老爷们一路的支持与陪伴 我们下一步剧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